金華城逼案的最新的狀況 前台北市的政府首長 彭正山還有柯文哲 他們涉嫌收賄還有圖利 被檢方申請驚訝 而昨天深夜的時候 召開了這個積壓庭 不過兩人的命運 卻是差得非常多 柯文哲是獲得無保請回 他當庭就被釋放 那這個彭正山 則是被裁定收押禁見 凌晨的時候就已經坐上了車 到了這個看守所 不過我們現在目前了解到的是 柯文哲他昨天在當庭釋放之後 他一次是沒有回到他的住處 而是到了立委黃山山的家中 不過目前我們人在現場 目前是都還沒有看到 這個柯文哲的動向 那柯文哲昨天 他在獲得這個無保請回之後 他是離開北院時 也向這些小草們喊話 他認為說他不能去理解說 為什麼這個司法單位 有事情要問他 而不是卻是需要在清晨的時候 大動作去搜索 那本身因為他的身分 也是相對的特別 他是在野黨的主席 所以他認為說去搜索 他的住家搜索 他的這個中央黨部 他是非常的不合理的 因此他認為說這個檢方的這個動作 他認為是有別的這個意圖的 那他也強調說 非常感謝這個小草們 在外面不離不去 因為從他在被深壓開始之後 就有非常多的人聚集在這個北檢外頭 去做這個聲援的動作 那也陪著這個柯文哲 這個一兩天的時間 是一直到他這個開庭結束 那柯文哲也提到說 其實他當時有跟法官說 就是希望他可以去聽他說話 去做出這個決定 因為他認為檢方這兩天的訊問 態度都是非常明顯的 似乎已經認為說 他是有這個涉案的 所以也指控說 檢方這兩天讓他過的生活 是非常的受到壓迫還有淋虐 好 謝謝余曼的說明 那麼簡單說就是 法官可能認為 檢方要壓柯文哲 恐怕還要有進一步的 更明確的理由 更明確的犯罪事實 那麼也蠻特別的是 在柯文哲這邊 可能很多法界人士跌破眼鏡 之前都說會壓會壓 結果是吳寶請回 可是彭政生 現在被壓起來了 那麼這邊又是為什麼呢 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差別 也請余曼對我們了解一下 好 因為北院他們是有指出說 他們這一次綜合了 這個券證的內容 他們是發現說 柯文哲當時並不是 這個都委會的相關人員 那甚至他自己也沒有 這個相關的專業的背景 所以認為說 他犯罪的嫌疑的可能性是不大的 而且可以說是還蠻低的 那加上柯文哲 他也向法官表示說 其實他當年根本不知道說 自己是有去通過了 這個精華成容積率 會達到840% 他是一直到今年的時候 才知道說精華成的容積率 會是這個數字 因為他當時 他是相信這個人員的專業 所以他沒有去做過問 加上他身為一個市長 他更不可能去過問 這個單一的個案 如果有去詢問的話 反而會有這個問題的存在 那另外在彭政生的這個地方 他是被裁定收押禁見的 雖然他是表示說 他只是按照這個都委會的決議 在做事情 但是這個法官調查說 他當時是這個都委會的這個主席 然後他也是這個專案的管理人員 所以他是一定知道說 這個精華成案件的相關案情的 那再加上因為現在還有一個共犯 也就是當時這個都委會的執行秘書 這個授授配 他目前是有這個位罪潛逃的可能的 擔心兩人碰面之後 會有這個串證 所以會有這個積壓的必要 那另外又提到說 有查到了這個彭政生 他的這個金流的方面 疑似是有這個收賄 這個相當龐大的金額 因此都覺得是有這個收押的必要的 那再加上因為前幾天 同一個案子 金華成這個案子 像是這個台北市議員應嫂威 還有這個威經集團的主席 沈慶金 他們也都是遭到收押的 就是因為發現說 他們之間有這個 4500萬不法的金流 雙方疑似是有這個不法的 這個對價的關係 那現在也是才需要去釐清說 還有彭政生跟應嫂威 還有沈慶金三個人 他們之間有沒有這個聯絡的泛逸 有沒有金流的往來